荣耀Magic V 是荣耀家族的首款折叠旗舰 话不多说 我用一段视频为大家 引出今天的荣耀Magic V 大家好 在我的手上就是荣耀Magic V 好 谢谢 千夫万患死出来 荣耀Magic V终于与大家见面了 首先呢 我为大家介绍一下 荣耀Magic V的设计 我们研究发现 现在日常使用折叠屏 外屏使用的时长暂比 超过了50% 因为很多的时候 简单浏览一下信息 或处理一下连接 或者是通讯的话 一般都使用外屏 只有我们说 办公或者是长时间阅读 我们使用内屏 那么这个时候我们说 外屏的使用体验 就变得极为重要了 那荣耀Magic V 为我们带来了 经典的外屏比例 旗舰的配置 21B9 非常经典的旗舰的外屏的配置 那么它的亮度高达1000尼特 我们6.45英寸 这样一个屏幕的参数和性能 我们说达到了旗舰的水分 大家可能直观地看 大家可能直观地看没有感受 我们与 iPhone 13 Pro Max 做一个对比 iPhone 13 Pro Max 6.7英寸 荣耀Magic V 6.45英寸 同样都是 120赫兹的刷新率 亮度 全距亮度最高 可以达到1000尼特 431PPI 对458PPI 纳米微晶玻璃 对超磁晶直屏玻璃 荣耀Magic V 纳米微晶玻璃是取屏 PWM 高频调光 荣耀Magic V4 1920赫兹 iPhone 13 Pro Max 480赫兹 我们把荣耀Magic V 与四面上的几款 折叠手机放在一起 我们看到 现在 对于外屏每天使用 将近50%的人来讲 很多现在 折叠手机的外屏设计 是显然不能够满足要求的 我们这首先合起来 要是一个正常的手机 这种应用和体验 对于折叠手机 作为主力级使用 是非常重要的 我们不能为了 折叠而折叠 它应该是 经典而完美的 直屏手机 与展开的大屏 相结合 比如说 我们真正地拥有 一加一 大一二的体验 这才是 未来 折叠手机 发展的方向 我们看一下 荣耀Magic V 拥有黄金比例的外屏 21比9 6.45英寸 那Ford3呢 6.2英寸 它的比例 达到25比9 就是外屏的比例 在使用的时候 非常的不方便 而这样的 21比9的 经典黄金比例 我们说 在这种情况下 荣耀Magic V 还有超高的 屏占比 屏占比高达90% 边框极载 荣耀Magic V呢 还采用了 曲面的 纳米微晶玻璃 它的 抗跌的性能 提升至五倍 我们说 使用折叠屏手机的朋友们 一直 都非常的小心谨慎 说千万别坏 如果摔坏了 相当于 我损失了一个旗舰手机 换屏的成本太贵 我们说 折叠屏手机 应该成为我们的主力 正常使用的手机 正常的磕磕碰碰 不可避免 是吧 不小心掉在地上 也会是常有的情况 那明哥呢 已经多年 没有摔过手机了 今天呢 我们说 荣耀Magic V发布 是吧 我们也给现场展示一下 这个 纳米微晶玻璃的 防摔的效果 大家可以看一下 这个摔一下 不够啊 再摔一下啊 我们说 荣耀Magic V 展开 就是一个高能的平板 展开之后 它拥有 10比9的屏幕比例 屏幕尺寸达到了 7.9英寸 我们把荣耀Magic V 与市面上 iPad mini的屏幕 进行一个比较 大家可以看一下啊 荣耀Magic V 拥有 比iPad mini 更好的 内屏的参数 90赫兹的刷新力 800尼特的 全局的亮度 381ppi 小于1.5%的反射率 可以看到 我们这块 内屏展开之后的 体验和参数 各方面的参数 都优于iPad的名义 这是我们说 是9比10 它还可以进行旋转 旋转之后 就变成了10比9 更广阔的视野 如果说我们 用来看视频的话 你可以旋转 用10比9的比例 来进行观看 把荣耀Magic V 内屏分屏之后 你就同时拥有了 两块21比9的屏幕 那同样呢 我们把这个Fold3 分屏之后 它两块23比9 大家可以看到 整个屏幕的使用体验 是完全不一样的 那这一次呢 我们说 荣耀Magic V 带来的旗舰双屏 一步到位 内外屏 都非常的惊艳 都可以作为 旗舰的阻力屏使用 那我们再看一下 当我们把 荣耀Magic V 折叠起来的时候 对称贴合 贴合非常紧密 我们说 几乎没有缝隙 这种紧密的贴合 技术创新的体现 更是艺术设计的表现 是技术与艺术的结合 今天呢 荣耀Magic V 我们说 还带来了 另外一个全新的记录 那就是 它是最薄的 内折手机 厚度 仅14载 3毫米 我们说Ford 3 它的厚度是 16毫米 那市面上 无论是 小折叠 还是 大折叠 荣耀 Magic V 是最薄的 14.3 突破了一个记录 我们再看一下 荣耀Magic V的 折叠的中框 非常的精致 非常具有科技感 我们说 它是内有乾坤 那乾坤是什么呢 我用一段视频 为大家展示一下 高硬度高级液态金属 耐浮石高强钛合金 轻质高强碳纤维 三重航天级用材 213个零器件 高精密组合 注就了创新的荣耀自然 悬浮石水滴教练 两翼无缝铁合 完美对称 在钛合金支撑结构的保护下 超薄柔性OLED屏幕 底部悬浮于教练之上 并保持高精密相对运动 折叠台厚度保质是4.3毫米 让每一次开盒都更舒展润滑 荣耀自研悬浮式水滴脚链 折叠旗舰斩越万千 折叠旗舰斩越万千 荣耀MATIC-V做薄的核心关键要素 就是我们采用了自研的 超薄悬浮水滴脚链的技术 它有213个高精密的灵气件 组合在一起 在这里呢 我也感谢我们的研发小伙伴们 为我们带来了如此轻薄的荣耀MATIC-V 谢谢 那我们说呢 荣耀MATIC-V 它采用了三重航天级的材料 高强度的碳纤维 高基液态金属 以及高强度的钛合金 这三重航天级的材料 能够支撑20万次的精密的开合 这是一个什么理念啊 也就是说我们每天 开合使用50次的话 可以用10年以上 非常地强大 那荣耀MATIC-V呢 我们说合起来 仅14.3毫米 打开 仅6.7毫米 等候对称 非常地轻薄 在我的手上 打开的厚度 仅6.7毫米 两边等候 我们说展 均衡在握 两边是 完全 几乎完全平衡的 我们说 两侧的重量的差异 仅是几颗的范围内 非常完美的平衡 而合起来 合起来的时候 非常地鲜薄 72.5毫米的宽度 单手握持和操控 毫无压力 那么这一次呢 我们说 荣耀MATIC-V 在相机的设计上 我们采用了 三体的新环的相机设计 整个的设计 是符合 菲尼尔的球面的工艺 那菲尼尔球面工艺 让整体设计 非常的平滑和圆润 与我们 整个背面的 取3D的曲面玻璃 这交相会应 3D的双曲的玻璃镜头 配合着 我们星环的设计 是具有极佳的辨识度 我们说 在使用的时候 星环的设计 加上3D的 双曲面的玻璃 看上去 非常的鲜薄 与整个的3D 玻璃的曲面 相匹配的话 设计极为完整 我们说 在接上使用的时候 一定是回头率 非常高 极具辨识度的 折叠屏的设计 电源键 与指纹键合一 那清除电源键 就完成了瞬间的解锁 那这是 我们从各个方位 给大家介绍了 荣耀MATIC-V的设计 那下面呢 我将给大家介绍一下 荣耀MATIC-V的 三款配色 首先为我们带来的是 太空银 非常具有科技范儿的 太空银的配色 那在我的手上 就是太空银 年轻科技实杀 非常酷 第二种配色 永不过时 经典的亮黑色 我们说 黑色是永远的经典 第三种配色 请大家屏住呼吸 非常时尚 燃橙色 在我的手上 就是燃橙色 它是时尚和经典 也是科技与时尚的结合 我们在路上 拿着燃橙色 你一定是 时尚靓丽的风景线 这就是我们今天 带来的三款配色 燃橙色 太空银 亮黑色 荣耀MATIC-V 采用了 新一代的 骁龙8处理器 我们知道 新一代的 骁龙8处理器 采用了4纳米的自成 这颗5G SOC的芯片 在CPU的性能上 提升了20% GPU的性能 提升了30% 那么AI的处理能力 更是提升了300% 配合上 我们Magic UI 6.0 我们说Magic Live 智慧引擎 所加持着 荣耀MATIC-V的性能和处理能力 将会非常的强大 大家都很关注续航是吧 我有内外屏 如果我打开内屏和外屏 各50%以上的时间 不用担心 荣耀MATIC-V 它配备了4750毫升的大电池 可以支持我们一天的使用 应该说在此之前呢 我本人已经 使用相当长的时间 荣耀MATIC-V 我经过一段的时间使用 它智慧地学习了 我使用的习惯之后 续航时间实际上还可以 持续地再提升 一天的使用 就我本人而来 基本上没有什么压力 在荣耀MATIC-V上 我们创新性地实现了 双电池的管理系统 折叠屏的两侧 都分布着电池系统 这也是帮助我们更好的 平衡整个散热 以及更高的效率的管理 荣耀MATIC-V呢 还配备了 66瓦的荣耀超级快充的技术 15分钟 可以充电50% 非常的高效 这么大的 7.9英寸的内屏 当然要带给我们 非常愉悦的 沉浸式的影音体验 荣耀MATIC-V 支持对称式的双扬声器 观影的体验的效果 特别的爽 整个的环绕 立体声的音响的效果 荣耀MATIC-V呢 还是行业内 首款通过 iMAX 因汉式认证的 折叠屏手机 整个的视听的效果 非常的震撼 那讲到了 荣耀MATIC-V的性能 高效的快充 那下面呢 我们给大家介绍一下 荣耀MATIC-V的 多阻塞融合计算摄影 我们说 多阻塞的融合计算摄影 让我们拍摄的体验 可以在多镜头组合的情况下 提升拍摄的效果 我们为荣耀MATIC-V 配备了 一颗5000万像素的 广角阻塞 5000万像素的光谱增强镜头 以及5000万像素的 超广角摄像头 还有一个8x8的 DTOF的激光对焦性 我们说强大的 外置摄像头 我们同样还配置了 内外屏都支持 4200万像素的摄像头 荣耀MATIC-V的 隐私安全 荣耀MATIC-V 提供旗舰级的安全守护 用通俗易懂的方式 就是说 我们为荣耀MATIC-V 加了两把锁 还有一个保险柜 这是什么含义呢 首先我们说 荣耀MATIC-V 是首款支持 独立安全存储芯片的 这是荣耀的首款 那这颗安全存储的芯片 也通过了 CC的ER5加级的安全认证 那么 独立的安全存储芯片之上 就是荣耀独创的 双TOS的安全系统 来加持的 这是芯片级的 可信的执行环境 那整个的体系啊 看上去这两把锁加持 独立的安全存储芯片 非常的牢靠 旗舰的性能 一步到位的体验 支持 近一代骁龙巴 处理器的荣耀MATIC-V 在MATIC-Live 智慧眼情的加持下 我们说带来无以伦比的流畅性 和极致的体验 OS Turbo的技术 我们说在切换的场景 进入电梯 荣耀MATIC-V 刷抖音 卡顿时间可以做到 两秒左右 而相比较 iPhone 13 Pro Max 需要21秒 我们说各种场景和应用的加持 让荣耀MATIC-V 拥有无与伦比的流畅性 这也是未来荣耀所坚持合作的方向 而两把锁 一个保险箱 所带来的 独立的安全芯片的隐私保护 更是让我们的荣耀MATIC-V 拥有前所未有的安全 我们说荣耀MATIC-V 带来的是一步到位的旗舰性能 双屏手机 大家还非常关注的 就是内外屏的交互使用的体验 外屏不用说了 它是一个6.45英寸的 21.9的标准的旗舰体验 那么内屏 以及内外屏之间的切换会什么样 我们说荣耀MATIC-UI 6.0 所加持的荣耀MATIC-V 它可以智慧地感知你使用的场景 开合之间 给我们最佳的体验 我们说整个的MATIC-V UI 它支持安卓 Windows LiteOS操作系统 那么基于操作系统之上 引入了荣耀的 OS Turbo X GPU Turbo X Link Turbo X 以及安全引擎的技术 那么在上一层 我们在不同的操作系统和硬件的平台上 通过跨设备的OS 来提供协同的服务 那么在上面 更上一层 就是服务于消费者的 场景化的各种体验 那么基于这样的产品架构 我们的OS Turbo X 可以让交互的体验更加的流畅 大家应该还记得 当我们发布MATIC-Live的时候 它的智慧能力 给了我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那么这一次 我们在自然语义 理解计算机视觉 深度学习 决策系统 推荐系统 等诸多方面 进一步演绎支持 各种应用场景的感知 用户理解和知识图谱 那么用MATIC-Live的智慧眼睛 来加持我们MATIC-UI整个体系的应用 那么演进之后的 MATIC-UI的体系 是这样的 那么最底层 它可以支持 安卓 Windows LiteOS的各种操作系统 那么用MATIC-Live的智慧眼睛 来加持 我们整个体系化的应用 那么也就是说 在未来的荣耀 MATIC-UI的整个体系当中 MATIC-Live的智慧眼睛 将使能 OS Turbo X GPU Turbo X Link Turbo X 安全眼睛 也就是说 从个性化的基础OS 到智能协同的跨设备OS 以及最顶层的 主动服务的场景化的体验 MATIC-Live的智慧眼睛 都会深度地介入 那么未来的荣耀 MATIC-UI 将会在场景体验上 做到懂你所需 主动服务 首先办公出行的场景 比如说在机场 在后机的时候 需要我介入一个商务的会议 在卡片当中 我们说日历卡片当中 轻轻一点 进入了会议 那么这个时候 使用外屏接入会议 相应的PPT的信息 显示太小了 不过意 打开它 自动地切换到 大屏来展示整个的画面 开合之间 进入沉浸办公室体验 在这种场景下 如果说我还需要 通过微信 与朋友进行聊天 快速地智慧分屏 会议和微信聊天 可以同时地进行 这个场景就让你拥有了 两个21比9的智能手机 登机的时间到了 荣耀 Matic Live 实时 检测到相关的登机的信息之后 它就会通过胶囊和全服装提醒你 和上手机 即使是在我们说锁平的状态下 也可以一键显示 登机的二维码 非常的方便 整个的过程如行云流水 极为的流畅 上班和下班的时候 叫钻车 等车的时间 我们既不想错过钻车的信息 又希望利用这个时间呢 能够看一些其他的内容的话 荣耀Magic V 的智慧分屏 可以帮到我 在这种场景下 我们说 一边等待钻车 一边可以浏览视频 在这里我们看到了 荣耀Magic 3手机的相关信息 被荣耀Magic 3 设计性能所吸引 引起了购买的冲动 那么这个时候 我们就可以 可以 同时 进入电商的平台 下单进行购买 那回到家里 进入到 我们说 快递取件柜的 电子围栏的范围内 那么此时呢 就可以收到相关的提醒 你有一段快递 需要提取 就会在 智能卡片推荐区 显示取件码的相关信息 此时 扫码 取件 非常的流畅 整个的过程 从下班 购物到回家取件 如行云流水一般 这应该是我们 未来的生活 分屏 是大家一直都 感觉到 非常的 这个 困难的一点 就是 到底如何操作 分屏之后 大屏 小屏 分屏 我非常喜欢这种 但是我想 快速地得到结果 我们说 荣耀 麦这个V 给我们提供了 一键分屏 一步直达 来给大家展示一下 那顶部呢 有分屏导航键 轻轻一点 分屏导航键 已经显示在那里 那我们可以选中 分屏导航 那么点中之后 画面上所展示的 就是浏览器 以及文本显示 你还可以点击 悬浮 选择悬浮 那么文本的信息 就悬浮在 浏览器的页面 这可以非常方便地 进行选择 那我们说 使用一段时间之后 荣耀MagicV 了解到 你的 应用和使用的习惯 它还可以通过 推荐胶囊的形式 比如说 在这种页面 在我使用浏览器的时候 它知道 你一般情况下 这种场景 还希望 与文本信息 并行地显示 那么它就会 智慧地推荐 胶囊就可以 显示和悬浮 在相关的 整个的使用的页面上 你可以一键地 进行选择 可以越用越智能 越用越方便 荣耀MagicLive的 智慧引擎 给你最好的推荐 那我们说 今天呢 荣耀MagicLive的 智慧引擎 已经能够 很好的 识别你的意图 更智慧地分屏 那么 单应用的 平行世界 我们已经支持了 一百多款应用 而多应用的 分屏体验呢 我们已经支持了 超过一千多款 那下面呢 我们说 把一些 具体的 分屏的应用 也在这里 给大家展示一下 这是 平行世界的情况下 微信呢 边聊天 边看公众号 我们说 这是 微信公众号的信息 这是我们日常 在阅读 微信的公众号的 相关信息的时候 所用到的 一种基本常见的情况 不能够 仅仅局限在 这个公众号的文章里 我还希望 能够跟大家进行交流 这就可以通过 荣耀 MagicV的 智慧分屏 支持微信 一侧来进行 聊天信息 进行交互 另外一侧 公众号的文章 进行显示 在这里呢 我们也感谢 微信的团队 对于荣耀 MagicV的支持 谢谢他们 给了荣耀 MagicV用户 更好的 沉浸式的体验 那么在微信 场景下呢 我们还支持 双评 一个屏幕进行聊天 一个屏幕 进行视频的通话 那以后 这样的场景 就会 非常普遍地 在荣耀 MagicV上 进行实现了 那我们说 荣耀 MagicV 对于文档的 编辑使用 也带来 极佳的体验 比如说我们在 编辑文档的时候 希望把一些照片 以前的时候 我们都是单屏操作 选中和拷贝照片 把它粘贴在文档当中 现在这种选择 就变得非常的方便了 Magic文本的功能 我们可以把一张照片里的 文本信息 通过Magic自会提取的功能 直接拷贝和选中到 我们的文本框里面 这种选中和拖拽 非常的方便 这是荣耀MagicV 曾经的影音 谢谢优酷 Jerio的真想的 视觉体验 这是一个掌上的影院 对于喜欢通过 大屏来看直播的朋友们 这是大家的一个福音 这也感谢咪咕视频 咪咕视频在荣耀MagicV的 视配上提供了多录视频 以后我们说看篮球比赛 飞起扣篮的瞬间 我们说有一个正面的镜头 看完了之后 还想再看一下 侧面以及后面不同角度的 就可以在多录视频当中 进行非常轻松的选择 比如下面的小四瓶框 轻轻往上一滑 仅进入了满屏的显示 大屏的显示非常的方便 可以多角度地观看体育比赛 我们说大屏剪辑 这也非常的方便 整个的这种信息 采集量会非常的完整 供我们进行选择 这是大屏导航 大四也带来的大体验 荣耀MagicV的大屏理财 整个的这个曲线啊 显示的非常的完整 荣耀MagicV的内屏7.9英寸的理财 整个的视觉改成其 一切尽在掌控啊 这是使用荣耀MagicV 大小屏玩游戏的时候体验 更完整的 更广阔的视野 绝对是掌控全局的 荣耀MagicV还可以与 笔记本电脑 更好的协同 我们说基于Honor Connect的技术 我们把荣耀MagicV和笔记本电脑 完整地融合在一起 你可以把笔记本电脑的键盘和鼠标 作为荣耀MagicV的键盘鼠标 也可以把荣耀MagicV 做成笔记本电脑的扩展屏 比如说我在开这种视频会议 用笔记本电脑 可以把视频会议的内容 平移和扩展到 荣耀MagicV的内屏上 整个的笔记本电脑呢 继续处于工作的 其他的工作的界面 让两者进行协同的工作 这就是我们为大家带来的 荣耀MagicV 内外屏 智慧的切换和使用的体验 如行云流水般的切换 让我们更好地驾驭 我们的工作学习与生活 这就是介绍的荣耀MagicV的 智慧应用的体验 内外屏不断地切换 开盒之间一切近在掌握 如行云流水般的这种转换 带给我们极度舒适的应用体验 这就是我们今天带来的荣耀MagicV 荣耀MagicV有两种配置 12加256GB 荣耀MagicV的价格是 9999元 12加512GB 荣耀MagicV的价格是 10999元 中文字幕正在联系中文字幕 我们的支持中文字幕 我们的支持中文字幕 支持中文字幕 lives 重视中文字幕